旅日棒球明星杨戴刚在飞往美国自主训练之前 特别抽空和台湾球迷见面 而且他还邀请了日本火腿队友山谷全市担任神秘嘉宾 一起在棒球英雄展跟粉丝近距离的互动 旅日棒球明星杨戴刚一一和球迷击掌 刻意跳过队友山谷全市 两人重现全力打庆祝的搞笑场景 杨戴刚今年冬天返台行程紧凑 特别选在飞往美国自主训练之前 在棒球英雄展举办球迷见面会 他有问必答积极回应每一个问题 穿球衣的话我就会让口袋 因为是白色的就看里面口袋你知道吗 经过我们球场里面都很多镜子 经过都以为都这样看一下 粉丝除了追问杨戴刚的棒球室 同样对他私下一面 当老公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 没有 趁老婆睡觉的时候 我早上五点就去 日本 韩国他们超市很早就开了 我就去买早餐那些 然后买材料回来这样做 做给老婆 然后就做到一般我老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起来 可能是我切东西 我不会切东西 我会做菜 然后我切切东西 切太大力 然后我老婆起来就找到 要不然是给她一个很好的驚喜 然后结果没有做成 我就是最便宜的 邀请日本火腿队友山谷全市担任神秘嘉宾 年轻的山谷个性爽朗 杨戴刚也将球迷会 变成了搞笑吐槽大会 戴刚不只跳舞 因为他是刚洗完澡 然后只包这一条玉琴 然后 洗完澡 大家都放松了可以回去 然后心情就很好 就这样 就听就会放音乐 就要走出来就这样跳 就跳到自己的休息室这样 然后每次我在跳的时候 刚好他都带着 职业选手穿着球衣时 可以展现专业 杨戴刚甚至连脱下衣服 都要送给球迷 用最热情敬业的方式 回馈死忠的球迷 UTN TV 吴家游 杨玉昕 台北报导